哈囉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長期菜節的龍潭工作室 我們今天來學這個長期蛋糕 是 然後由李大哥來玩這個長期蛋糕 來體驗一下 其實長期蛋糕在烘焙的這個裡面 算是比較高難度對不對 對 因為高難度 如果說一個細節沒有做好的話 那個失敗率應該有五成 好 所以剛剛講到如果失敗 就是一整盤的失敗 對 對 失敗 這個就有20顆雞蛋了 現在雞蛋超貴的 哇 好 所以我們要非常用心的做 來 那總共要多少材料 我們現在是有雞蛋 因為我是做分蛋法 那有蛋白 然後蛋黃 這是上白糖 這是我常用的金保麗麵粉 這邊有加蜂蜜 因為我們今天做蜂蜜口味 那這邊這個就叫中霜糖 然後我們這個長期蛋糕底部都會放這個 它可以保濕也可以增加口感 好 我們就把它撒進去 撒進去 對 均勻的撒進去 對 它這個呢在第三天第四天 它就開始會有點就是 水水的吧 對 它會轉為糖水 然後保持那個蛋糕的那個潤度 好 那現在我們開始囉 來 我們先把這個蛋白 20顆蛋的蛋白 對 蛋白 然後這三白糖 那個為什麼要用上白糖 因為上白糖它裡面有加那一個 甜藻劑轉化糖漿 它可以保濕 它的作用是保濕 所以我們就是遵從 就是日本的手法過來 好 那也可以換別的糖啦 換別的糖因為現在很多人不是都在講說 我不要太甜啊什麼之類的 那個你基本上你學會之後 你要調整 再來調整 好 好 大哥我們現在開始先用中速 我們用中速給它打 打到一定的紋路我們再轉慢速 喔 所以要用看的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現在用中速給它打發 打發的話它的氣孔比較大 那我們到一個階段的時候轉慢速 轉慢速的時候讓它蛋白能夠比較細密那一種 這種長期蛋糕我們要有兩個木框 兩種木框 那我們是這樣子 不是只有 彈下跌在一起 對對對 我們是要這樣烤 然後呢還要再加一個 鐵板 所謂燜烤法 那真的傳統的長期蛋糕是這樣烤 那蜂蜜蛋糕的話他們只要一個框就好了 所以它這樣就比較 它可以膨 膨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呢它就可以快速出爐 嗯 那我們這個屬於 屬於慢功粗細活的那個烤法 所以呢它要經過65分鐘 一般蜂蜜蛋糕大概30幾分鐘40分鐘就出爐了 因為它厚度比較高吧 厚度 沒有 密度 密度 然後加上它的蓬鬆的口感 然後蜂蜜蛋糕你第一天到第七天吃的東西 這個口感啊風味都一樣 那長期蛋糕不一樣 它經過第一天的熟成 然後再過來加上我們的中雙糖呢 轉為糖液之後 開始蛋糕體變化 然後風味也不一樣 好那現在幾分鐘過去之後呢 老師看到那個黏重度差不多了 對 所以我們要開始轉慢速 轉慢速 轉慢速呢主要是讓它剛剛中速打出來的大氣孔 然後我們現在用慢速把它均勻化 然後造成每一個那個氣孔分子都是一樣 這樣子我們做出來的那個長期蛋糕的細緻度會比較漂亮 嗯 然後它這個做出 像我們剛剛打出來的很像女孩子的乳霜 非常細 所以這樣講其實好像也很難說 標準一定要幾分鐘 因為你每天的這個食材 天然的都不太一樣 對還有就是 像有些學員啊 他們的攪拌機 品牌不一樣 品牌不一樣 速度也不一樣 轉速一樣 即使有時候同一個品牌 它裡面馬達設定的轉速又不一樣 嗯 所以就像我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我的烤箱 有四種烤箱 是因為每個學員 他們品牌不同 然後我要教學的話 有他們 有些人是一般的層爐 有些人是 像這個中部電機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層爐 配合他們家的烤箱 對也有的炫空爐 那甚至我也有小台家用的那個 好先生那一種 所以都是要搭配 所以這樣就是說 他回家才能夠找到他的標準 對 因為一樣的品牌 對 因為像我們用的烤箱的 跟他們的爐溫溫度不一樣 對 有些很高 有些一般般 對 所以我們都是要 我都要嘗試啦 所以你就要找出 適合你的攪拌機的這個 速度跟時間就對了 對 我們會有一個range給他 然後再請他再去調整 他們自己的那個轉速部分 配合他們的 對 欸你剛剛講要加蜂蜜 那蜂蜜有很多品種 對 我都是 你有特別喜好的嗎 沒有我都是用台南小農的 真的 對 可是他有所謂什麼龍眼蜜 什麼蜜 這一個我們都要用龍眼蜜 真的 如果說我們用百花蜜 或者是那個一些什麼雜蜜之類的 它烤出來會帶酸 龍眼蜜它可以在烘焙中 它保持它的香氣跟那個品質 所以這也是你測試過的 對我測試過 龍眼蜜最適合 對 還有現在還有一種蜜蜜 那個蜜蜜 蜜蜜也可以 但是它出來的香氣是淡淡的香 不是像我們這龍眼蜜的那個香氣這麼重 好 我們現在的一速時間 慢速時間到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每個人所設定的比重不同 OK 我們達到了 達到我們在下個基本上我們都是這樣子 拉一下 對拉一下 然後看它的流速 好 OK 看到最後是這樣煎就可以了 要滴不滴的感覺 對 那我們現在OK 來 李大哥我們來玩 換個玩囉 對來我們來加蜂蜜 慢慢的倒對不對 對你就直接這樣直接倒下去 對 對讓它下去之後比重一樣 這個量你都測試過了 所以就是這樣全部下去就對了 對 那我們要給它均值一下 那均值一下呢 基本上呢 我大概都會設定到 兩分鐘 但是兩分鐘呢 每一個攪拌機轉出不同 六步一樣 對那也是 你要自己測試你們家的 對對對 就是 我們可以下蛋黃 一樣全部20顆 對一次下 好 再還有一點點 OK 所以你現在打蛋應該不會讓蛋殼跑進去吧 不會 我們就是要用之前把蛋先洗好 洗好之後來再撬蛋 然後就是 對啊 有些如果經驗不夠 蛋殼就會碎碎在裡面 應該跑進去就會增加 影響口感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分蛋法的時候 有一個分蛋法好處就是 我們要把它分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注意到有沒有蛋殼在下面 對 對 那我們下去呢 也大概就是 兩分鐘左右時間 那也是要以經驗判別啦 因為這個 沒辦法去借地做幾分鐘幾分鐘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嘛 每一台的轉速不同 然後還有就是你剛開始 下蛋黃 我們剛剛是整顆整顆整顆 對 那有些人習慣它打散 它打散的話下去它就很快速 速度會快一點 對 那我們這一個整顆下去的話 它還要破壞 然後再來這樣子 所以是不一樣 像夏天跟冬天的蛋 含水量又不一樣 但有點差別吧 對 它含水量不一樣 所以我們又要用一個判別 自己經驗判別 來看看怎麼調整 像剛開始我接觸這長期蛋糕的時候 我覺得好漫長 好漫長 可是當它我們成品出來的時候 很有成就感 超有成就感 可是咬下去之後又很想哭很難吃 對不對 很難吃嗎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以前一開始練習的時候是 常常會失敗 對 尤其那時候剛失敗吃到一層櫃 那個櫃 那開心成果的時候 那個口感是很蓬鬆輕盈這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超開心的 好時間到了 那我們也是稍微要來看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 它的流速這樣 對 這樣算比剛剛快一點 對 因為它有加蛋黃下去加水 對 含水量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加麵粉下去 均衡一下 麵粉 對 我們用日本的低筋麵粉 低筋 對 它是特保利低粉 所以日本低筋真的有比台灣低筋好嗎 我覺得它的分子好 真的喔 對 而且吸水力 不是說我們覺得說台灣的不好 是說我們適合這個蛋糕的 蛋糕的那一個品質 口感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應該就比較貴對不對 對 這個超貴的 這一公斤一百多 快兩百五 好 我們現在的下麵粉 給它均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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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下下去的時候 稍微這上面有粉 我們必須要把它拍下去 要不然的話它會影響到 就一直打不到就對了 對 好 刮下去的時候我們還是要稍微攪動一下 因為剛剛 我們拍下去的麵粉啊 還是要讓它稍微揉合一下下 好 好我們這樣就好了 有攪拌勻就好了 這時候我們來開始入模囉 蛤 這麼快就準備倒下去了 是 所以成半也是看這裡 來 我先來弄 帶大根再倒進去 所以已經抓好這個量 就剛好一個木框 對 因為我們那個油濃進量 我們都要算好 好 如果說你麵粉太多的話 它會長到九公分 十公分 膨脹 太大 對 然後它的那個組織就不好吃了 好 來 這個手拿著 好 我們這樣子倒進去 那我手要幹嘛 手扳著來 你來扳喔 對 好 你就讓它先下 慢慢下 慢慢下呢 讓它能夠那個氣泡有點 給它弄破 好 這樣子 所以不能太快 我不建議太快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檢查 就像你講的 有蛋殼啦 或什麼之類太重 它們會再沉在底下 好 這個時間到有時間好 來我們那個刮板 從上面 從上面刮下來 慢慢 對 先刮下來 那一般有些師傅呢 他們會用過篩方式 過篩方式的話也是檢查 有沒有液物啦 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沒有攪拌 好 這個時候我們從底部翻上來 看看有沒有所謂的蛋殼 或麵粉部分 因為會沉到底部 所以要翻了些 對對對 沒有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下來了 這時候呢 我們都不要動它 像一般我們傳統很多人會去震它 震震震震震震震 這個不行 這長期蛋糕超焦貴的 不行 就跟人家灌水泥 灌完之後就要震震震震震震震 對 剩下去我們不要 來我們進來 我們進來要做長期蛋糕的工法 它要切泡三尺 我們第一次 那我們第一次一樣就是 這是照傳統的就是兩分鐘 我們設定兩分鐘 好給它 像它現在下去的話 它中間有氣泡 我們烤箱呢 底部會熱 或是它把 讓那個氣泡往上冒 往上冒 對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切泡的時候 先把底部先去切泡 等一下我示範一次 然後第二次 然後你來玩看看 所以現在要烤好幾遍就對了 這是第一遍 對第一遍 長期工法 它的切泡法有三次 三次 對 它就是要下中上 這個是標準的過程 好 我們第一次切泡的兩分鐘到了 把它拿出來 拿的時候要輕一點 我們切泡呢 就是第一個 因為它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它有結皮 潔皮 我們要噴一點水 讓它軟化 我們比較好做切泡動作 把它刮掉就對了 對 要把它刮掉 可是它是刮在裡面 我們切泡法 是這樣 第一次我會照底部 我們這樣子很容易把它的潔皮弄掉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切 就是把泡沫切破 一般我是用旋轉法 每個師傅的方式不同 每個老師教的方式不同 我還以為是刮掉了 結果是把它再溶進去 好 因為它噴水之後 它就會融合 又融在裡面 好 這我們就完成第一次的切泡法 好第二次再兩分鐘 對 第二次的兩次已經出來囉 第二次的兩分鐘 對要準備要切 把它那個空氣切泡切掉 來 你大哥 來 噴水喔 噴水 先讓表面稍微降一下 對 給它濕潤 對 表面噴水 讓它潔皮稍微軟 你知道我們這樣比較好切泡 好 OK 好 OK 來 口 對 斜口 這次是中間 對 中間 好 截皮 45度 對 畫過去 對 然後壓下去 畫回來 對 對 我就是讓表皮讓它稍微沈下去一點 對 好 開始做旋轉動作 我們來做切泡動作 插下去 攪拌 對 中層嗎 中層 輕柔它 不要對待它喔 輕輕的 對它大概18歲少女 就是初戀的感覺 對 慢慢的旋轉旋轉 對 因為你太快的話呢 刺激到它 麵粉呢 它容易吃水 就產生驚喜 然後長期蛋糕 它屬於那種焦嫩的 好 好 再一次45度 對 沒錯 把剛剛打上來的氣泡 再讓它壓下去 對 下次可以完全自己來獨立完成 我不用在旁邊 對 結果大家說我的比你好吃 沒關係 招牌就炸掉 這個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是 第三遍 對 兩分鐘 兩分鐘 好 我們現在的第三次切泡 第三次就是上層 對 那我現在請我的助理示範給大家看 好 記得喔 上層喔 是 記得噴水 對 不錯 沒錯 先寫個回 就是邊邊啦 先掃一遍 對 沒錯 通常我們在外面不會待太久 因為那個麵糊 溫度要保持 我不能讓它室溫 對 室溫之後 這個動作要很快就對了 對 通常我們在外面的話 像我通常大概只有30秒 30秒時間 那你們一般的話 你們可以允許大概1分鐘左右 好最後一次我們就要表面稍微整理一下 喔 讓它平滑一點 對 好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那些氣孔 它自然在預熱的話就會破掉了 好我們現在進去呢 要給它上色 就是表面潔皮 梅納反應 所以要烤久一點 好我們原則上就是 每個烤箱啦 那比較熱的大概是5分鐘 像我這個比較溫和的那個烤箱呢 我大概要設定8分鐘 嗯 8分鐘 表面呢讓它有梅納反應 產生一個那個色比差 有沒有那個 金黃金黃 對 那種咖啡金黃那一種 然後再來 等它上完色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上面框子 長期蛋糕要兩成 到三成 因為每一家做的不一樣 有些人是 高度不一樣 對 有些是像這種高度 有些人它是做兩個小框 這個都沒有影響 那都OK的 所以我們就現在等8分鐘看看 會不會那個金黃的梅納反應出來 對對對 好 第四次8分鐘 7到8分鐘的那個上色 潔皮上色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上色到這種顏色 稍微焦焦的 對 梅納反應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上框 剛剛有講嘛 長期蛋糕要用燜烤法 然後讓它保持它的水氣 潤度都OK 所以這樣就是準備一次烤到底了 對 因為你已經給它上蓋了 對 基本上我們會烤在60到65分鐘 因為我們要看它的熟成部分 蛋糕是不是有熟 熟度已經夠了 可以出爐了的狀態 那如果像這樣子啊 這個如果中間會失敗 就是最後會失敗 大概都有哪些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的那個不是水脈壓下去嗎 然後那個就是敷衍下去 它並沒有把它的水跟蛋白蛋黃去均質 密度一樣 攪拌得不夠均勻 對對對 比重不同 它變得上面是蛋糊下面是糖水 所以因為水會比較重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呢 它的水就很快速往下爬 然後 這樣狀態的話 第一個就會凹陷 凹陷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剛剛 下面粉部分 如果說像我們的長期蛋糕 因為我們是常溫蛋 不是像 一般的什麼叫做隔水加熱的那個烤法 它的溫度 是保持在那個40幾度 那我們全蛋法的話是以室溫來煮 所以我們不能過度攪拌 過度攪拌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你要好好對待它18歲 有沒有 所以就是攪拌不夠跟過度攪拌都會適合 攪拌不夠的話就是會產生潔力 如果攪拌過度的話產生菌性 它會變成一層透明的櫃膏在下面 對 那還有第三種 你剛剛刮泡如果刮不好 就是裡面就會有空氣泡泡 對空氣還有就是潔皮部分 像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噴水嗎 對 噴水的話讓它表皮潔皮給它軟化之後 然後這種這樣切下就是你把皮刮下去 壓下去就比較會變散開來 那我曾經就是在外面有吃過一家 就是長崎蛋糕 不是說中間呢就有一層一塊的東西在那邊 一塊喔一片喔一塊在那裡喔 就說你們一定要噴水 如果沒有噴水你會變整塊在裡面 當你切開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塊 已經沒納反應的那一個 一塊在裡面 對 那是不是還有第四種很難吃是什麼原因 很難吃 應該就比例不對對不對 比例不對還有加上 你說很難吃是口感還是味道 喔不一樣 不一樣 口感很難吃就像我們的就是 剛剛的那些原因對不對 對 對 那如果味道很難吃 味道的話就是它搭配還有就是食材的部分 不新鮮 有 有些蛋呢 有些蛋呢 像尤其夏天 夏天大概是不會 壞壞超生 第七天第八天以後 其實那個 它的味 這個整個鮮度都不對 喔 就是表面看起來好像還正常 可是它已經不新鮮 對 尤其我們打出來的時候 對 打出來的時候你看它那個蛋黃 蛋白的那個凝結力就知道了 那是不是還有那個加醋蜂蜜 你剛剛講的如果是龍眼蜜 對 比較酸 對不是龍眼蜜的話像我試過百花蜜 還有一些所謂雜蜜什麼之類的 他們這樣吃起來 因為他們空烤梅辣反應之後 它是帶酸味的 是 對我們那個龍眼蜜的話是 空烤出來是它是甜的 嗯 好那你個人有很多獨特的口味 要不要簡單講一下 有像我比較標榜 我那時候就是標榜的是紫玫瑰 紫玫瑰 那紫玫瑰也有參加比賽 那也得到金牌 那紫玫瑰就是剛剛在攪拌那段時間加進去就對了 對加一些就是天然的色粉 變化 那如果說像我現在有紫玫瑰有香釉 香釉日本的 日本香釉有講過來 然後斑蘭 斑蘭用我們在地的斑蘭葉去做的 還有芒果 台灣愛我芒果 抹茶 抹茶用日本的 抹茶粉 對 日本的抹茶粉 還有那個伯爵 還有培茶 現在還有奇異果 奇異果到現在我還沒有 還沒有真正的產量 我們來講奇異果跟芒果 這兩個是水果 所以你是先把它弄成汁嗎 再倒下去 芒果的話我都是要熬成醬 熬喔要煮 因為你用汁 因為我們剛剛看我們的長崎蛋糕 其實含水量太高了 對 那芒果的味道呢 你下去 你如果是汁的話下去 其實味道風味不夠 所以必須 不夠芒綠 對 所以我們要熬成一個醬汁 醬汁之後呢 然後再搭上那一個 我們所謂的一些 芒果粉 像不是有剛才造的芒果粉嗎 好 我們去再貼增加它的風味 所以你是不是挑最甜的艾文芒果 對 其實艾文芒果它風味最好 對啊 所以它也是季節性的 對 像奇異果的話 是現在的奇異果差不多了 可是奇異果比較酸 對 所以怎麼樣讓它好吃 奇異果呢 我就是用果汁 然後我不用熬煮 因為熬煮 因為酸熬煮之後 它會也會沒那反應變色 奇異果果汁的部分呢 我們要經過一些處理 讓它 不能夠買來就用就對了 對 因為它的酸會馬上破壞 那個麵粉的蛋白質 是 對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手法處理過 好 剛剛講的是現在的 那有沒有準備開發 或是想要開發的 想要開發的喔 想要開發的下面 日月潭紅茶 可不可以搞一個 紅茶 有那個我做過 因為它跟焙茶 紅茶差不多 他們的屬性是一樣 屬性是一樣 所以也不錯 也不錯 但是我個人都喜歡挑戰 那個不一樣的東西 反正做過了就不一定會再做就對 做過我覺得說已經是一個階層了 我就不會想繼續 我會想要做一個進階的 巧克力怎麼樣 巧克力它的含油量太高 它是可以 我也有做過巧克力的長期蛋糕 對 那 它不錯 但是我周圍的人 他們不是很愛巧克力這個區塊 所以他們喜歡水果 比較健康 對 那我都是走水果花茶 因為你講巧克力 可能年輕人比較喜歡 比較敢吃 對 那我們連老人家 他就會說 因為有時候巧克力用不好的話 那個帶殼跟紫 那個就是凡事脂肪太多了 對 所以這樣每一種新產品開發 都要經過很多次失敗 所以不容易對不對 因為你要是調整配方嘛 對 因為你要換很多因素 對調整比例 好 那真的我們剛剛只有概略講一下 那如果說真的要很詳細就要上課對不對 對 那像這種課程你大概幾天能夠教會他們 幾天教會 通常就是像剛剛我們的流程 那 有些人 他領悟性高 他一次到兩次就OK了 就畢業了 對 就是靠他們的手法去熟練 是 那有些他們的觀念就是 主觀念就是認為說 就是會照我們的溫度去走 但是烤箱不一樣 就是失敗 對 就會容易失敗 還有攪拌機的轉速 我會請他們判別 怎麼判別說 適合什麼時候下 什麼下 我們會有一個SOP 基本上一個SOP的時間 什麼去給他們做這個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是 上課的時間其實是可長可短 就純粹看課了 但不過大部分就是花很多時間 要幫他修正錯誤 對 那教的話是很快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 我教你帶著你做 是很快 但是中間有很多錯誤的話 對 那我們都要現場直接糾正他們 對 糾正他們的手法 有些他們觀念 他們之前有上過一些老師的課 他們會把之前老師的觀念手法 灌到這邊 其實是不OK的 是 對 你要來上課之前 把你之前的歸零 然後再來重新接受這個手法 就是上課不要假的啦 從頭開始教了 從頭開始學 對 最後講一下這個木框 這個木框 木頭材質有什麼差別嗎 木框有 那像我們 剛剛有講的蜂蜜蛋糕 蜂蜜蛋糕它是有1.5公分的厚度 是 那像我們這一個呢 3公分 更厚 更厚 為什麼 更厚 因為它厚之後它的濕水率比較慢 濕水率比較慢 它的保濕度夠 像我們剛剛你看我們出來是呆呆的 它邊邊不會硬 對 如果說是1.5公分的話 它烘烤出來邊背是硬的 喔 要切掉 對 要切掉很多 我懂 因為旁邊邊邊的水跑掉了 所以厚有厚的好處 對 我們就是遵從日本傳過來的部分 他們就是以3公分 來為主這樣 所以一定都要用木框嗎 長期蛋糕一定要木框 長期蛋糕一定要木框 就是它屬於悶烤法 慢慢慢慢的給它上來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蛋糕慢慢上來 對啊 像這麼多木框 基本上 我一個月都會全部用到 因為一次大概 一天大概出五盤到六盤這麼大 所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然後再重頭用這樣子 對 沒有 就是一天你都要把這些用完 喔 一天要全部用到 對 就表示你的量超過這些 對不對 對 就是謝謝大家的照顧 然後就是一些訂單 然後明月訂單 還有一些長官送禮 不過長期蛋糕有個好處 它好寄對不對 對 因為它方整長長的 對 比較容易包裝 是 對 至少它不會摔壞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都用真空包好這樣子 所以你幾條都可以寄喔 有沒有幾條比較好寄 你的箱子 沒有 一條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 直接手提袋包好給他們 只要運費都是由對方出 是 對 有些人他只買一條 可是運費160塊錢 我說這樣你滑得來嗎 他說 東西好吃很值得 就好 愛吃沒辦法 對對對 那最多你寄過多少條 我 大概半年前有接一個120條 那我應該是明月禮是不是 對明月 送小朋友 對 然後你家原味比較多嗎 沒有 他們那天是設定 玫瑰跟香油 真的喔 對 因為他們覺得原味在很普遍 太普遍 太普遍 然後他們就是要吃我這個獨特的 台灣 獨家配方 對 台灣目前都沒有就只有我有 對 所以我們剛剛全部經過了多少分鐘 從浸爐就是加框加蓋子下去之後 我們大概有65分鐘 哇65分鐘 對因為慢溝出細火 那維持多少度 維持我們都是200到160這樣之間 對 之間就是看經驗是不是 對 因為也要看那個蛋糕的那個 含水量熟成 確定熟成佔得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它會容易凹陷 所以就是這個之間 然後 差在經驗 對然後就是經驗判別 對我們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先把它拉出來 來李大哥由你來完成 我們把這蓋子拿起來 好 然後你把它搬出來 然後放在桌上稍微震一下 震一下 對 就是讓空氣稍微下去嗎 對 好 我們再把這邊 往框擋 這邊 靠我們這邊先提起來 提起來 對提起來一腳 對提起來一腳 把它提高 然後往前推就可以離磨了 喔 要輕輕的 不然就會破壞掉它的邊邊 這時候我們要把它倒扣 這邊我們的烤焙布 壓下去嗎 對烤焙布先拿一個烤焙布 因為這個對抹油我們先給它蓋住 因為它在反沾黏 我們要反過來就對了 對 來木板 喔 那這個力道又有點迅速 對 來我們可以這樣子 第一次我們用這個拇指 往下壓 四個手指在這邊 然後把它翻面 往自己的 對 那個臉壓稍微推一點喔 這樣 對 拇指壓用力壓沒有關係 對 給它下來 對 好 倒扣 對倒扣 來 烤盤我們收起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時候切泡的時候呢 會把那個紙刮到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底子拿起來 底子拿起來 然後這邊呢 因為怕要 就是方便爆扣 撕開的話 我們要先把這個紙先撕一下 等一下木框我們要拿起來 喔 先讓它分離 對 紙跟木框分離 好 那木框也可以拿起來了 這樣子 對 好 這就離模了 剛剛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快速把它撕開 整個撕開 這個整個撕開 所以現在這個是底部 對 底部 好這個是木框的四邊 哇 蜂蜜香氣 對蜂蜜香氣 今天是做蜂蜜口味的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要做 這樣子 這樣子拇指壓 因為我們左右手的力道不同 所以我們要來 上下 這樣子 左手放下面 好 好 1 2 3 翻 再蓋回來 對 我們可以在空中做 那因為我們第一次嘛 所以我們比較不是很熟悉 這沒有關係 好 這邊撕開 成果來喔 這個就是正面 對 好這時候 因為底部還有熱氣 我們稍微敲一下 左右敲一下 你看很呆呆的 它熱氣跑出來 好造成它熱氣水氣跑出來的話 不會造成水 水力往下壓 它有時候 冷卻的時候會有點凹 塌陷 對 所以讓它水氣盡量的這個衝出來 對 你看 痰痰的 痰痰的 這個 這個就是剛出來的專派 這樣 不錯齁 所以再來就是切對不對 對 但是要冷卻 像通常的話我會建議大概是4個小時過後 4個小時過後 我們再來切 要那麼久 對對 因為它的中間還是溫熱的 你切的時候它容易有產生水線 就是水色差 因為它熱起來在的話 表示顏色很深 你切的時候必須要4個小時5個小時再來切 通常我都是放一天之後 所以就是要完全的冷卻就對了 對 完全冷卻 然後一般我都是 滿一天20小時之後我再來切 因為它已經在裡面熟成 麵粉蛋 糖 蜂蜜全部都match在一起了 好這時候來切的時候 直接包裝送給人家就OK 所以你那邊就有好幾層這樣插進去放著就對了 對 亮著 對 通常的話我就是在亮著 然後要不然的話就是在旋風烤箱裡面 也有做密閉式的一個熟成的動作 嗯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任務完成了 是 端一端一端 好棒好棒 很端喔 對 這個口感真的是跟一般傳統的口感不一樣 我們這比較輕盈 然後比較柔構 入口 入口就化不會貼在 活壁上兩片這樣子 卡口這樣子 嗯 好 謝謝大家 掰掰